听到院长问责的话,大家的目光就都投向了王小飞的身上。 爸,这事儿。 一个陆相连的哥哥迟疑了一下问了一句。 相连,别这出事儿啊。 一个亲戚也迟疑着说了一句。 这时,却是那老头站了起来道。 反正你们都通知了,死马当活马医吧,这责任不要你们担。 说话间,老头也是摇了摇头。 老太太这时却是对自己的孙子很有信心了, 看到扎了针之后自己的全身充满了活力时,也说道。 老头子,你说得对,我相信小飞, 就算是致死了,也就是命嘛。 院长本来就是担心责任,现在病人家里面的人都同意了, 他当然也就没有话说了,就说道。 好,这是你们说的,也有着那么多人证明,我就不管了。 说话间,还真是有不少的人听到这里吵闹之后围过来看热闹。 大家对于这事儿也充满了好奇,都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 老太太说完话时,已是把那药喝了下去。 看到老太太喝完了药, 王小飞又在几个穴位上推拿了一下, 然后再是撵动着银针, 更是用自己的针器引导着药力向着那病体的部位而去。 为了帮助老太太,王小飞又在丹田部位扎了几针, 为老太太聚集起了一些元气。 针器感应之下, 王小飞明显感觉到那药力在快速地灭杀着癌细胞。 一盏茶的时间之后, 王小飞已是查看到再无活着的癌细胞之后, 飞快地把插着的银针拔除。 行了,应该没有问题了。 王小飞这次也是下了功夫, 针器差不多完全耗尽, 这次的治疗算是把她的一些手段都用上了。 王小飞心中明白, 经过自己的治疗之后, 老太太这癌症算是完全消失了。 好,好,我家小飞真是神医啊, 我现在全身都舒服了。 说话间, 就见那本来已是有气无力的老太太, 竟然坐了起来。 有了王小飞为她聚集的元气, 她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是大好。 香菊,你去帮我弄点吃的, 我感觉想吃点东西了。 啊? 所有人都发呆地看向老太太。 妈,你没事了? 那个叫陆香菊的女人看向老太太, 满脸都是惊奇之情。 妈,真的没事了? 小舅更是充满了惊奇之情, 王小飞这时微笑道, 少吃些东西是可以的。 陆香莲这时已是兴奋道, 我看到外面就有一个小食店, 我去买,我去买。 说着已是快速跑了出去。 这时,那院长也是眨了一下眼睛, 甚至还用手擦了一下眼睛, 突然间就冲了过去, 把被王小飞拔掉的仪器重新弄好, 在那里看了一阵之后, 向着王小飞道, 你怎么治的? 这话也是大家想问出来的话。 王小飞道, 你看到的, 扎银针,喝药就行了吗? 我靠! 院长也忍不住骂了一句, 这癌症哪里有这么简单的制法? 如果是这样的简单, 那全国就不会痰癌色变了。 可是, 现场摆在面前的, 就是王小飞真的治好了一个, 让准备后世的癌症病人呢。 王小飞看向老太太道, 外婆, 应该没事了, 吃点东西我们就出院。 老太太这时同样高兴, 微笑道, 还是我们家小飞厉害, 我看呢, 小飞这能耐可是比医院医生强多了。